宇哥,西热作为主教练兼球员 万一自己连续低级实务葬送球队 球队氛围是否会十分感高 换作是你会如何应对 很多自己还是避而不谈的 西热是球人兼主教练 之前同系队吗 但我感觉这个同系队 可能说也是出于什么角度考虑 等到西热一旦退一 因为西热他怎么讲 还能打不几 但是他现在这个竞技实力 肯定跟当年比的话也差多了 而且就西热两散 普遍很多球员他退的平均年纪 西热差不多快够了 因此可能说球队 也是出于哪个角度考虑 西热是属于球队内定的主教练 因此就干脆这会儿 让他身兼两重身份 就继续代表打一打也可以 而且跟齐塔 目前球队正在培养的 一些年轻的未来资产 建立好巩固的球员 加教练的一种双重的紧密关系 未来更有利于维护团队稳定 所以这个更多还是为了培养气热 我感觉是这样 再这一点 同期对他这个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平庸 这会儿你要做单独 就非得雇一个教练 这么整的话 肯定对于战绩多少有点帮助 我认为应该是会 但是也不会有太明显起色 同期实力搁这摆着 这不行就是不行 能耐呢他就是有限 所以这会儿你要说 想要突然间战机突飞猛进呢 也不太可能 那怎么办呢 那就让这个汽车继续 当这个双重赛份吧 再打个一年左右 然后直接就求一退役 或者说求一不退役 然后你就直接退役 直起脚扁 就地呢就开始当主要链了 也可以 汽车未来肯定能当主要链的 他本身也属于啥呀 有那种教练气质 是一个铁腕级别的主帅 如果经过正式彻底当教练的话 他当球员时期 本身防守动作 相对来说就没有说 那么和善 属于是一个攻守俱甲的 一个球队当中的尖兵角色 球队当中的精神底线 这个汽车力章 我也觉得未来可以 至于说球队氛围 是否会十分尴尬 没啥尴尬的 球队的战绩 本身就一板 你就失误丢球 然后就追踪输了 输就输呗 而且西州是教练 你以为西北教练 跟别的教练一码事呢 西北只有超级无敌巨弯 才有可能冲撞教练 要不然你根本门也没有 什么是超级无敌巨弯啊 你要是姚明 你要是一间脸 或许你多少点底气 但一般来讲 就即便是这个级别的 你球队时期 根本不敢冲撞教练 这西北联赛 周琪 郭艳伦 西北这个环境当中 你冲撞教练基本门也没有 所以教练是一个 在西北联赛当中 可以说有点NCAA 主帅那种感觉 有点 因此你像西尔利江 他有个失误 有个失误 其他球员就上去了 这事不赖你 干脆赖我 就是我全球没转好 这怎么讲 我一会咱们 这个下场周开会 我做检讨 我第一个做检讨 肯定是主动这么讲 如果西尔利江 偷懒打铁 作为队友讲 之前的一个回合 我有一个失误 不太应该 如果当时没有失误 我们打不到这个时刻 教练你受累了 怎么讲 让你替我被裹了 但是到更衣室子内 我会向大家解释 解释清楚这一切的 当然就留上许了 咱还哪有 怪鼠教练的 所以这西尔利江 现在高考在上 直被跟他摆了 其他人不得不准重 对不对 你敢不准重 西尔利江 非常有权威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